偶遇的神医 神的离奇 怎么会句句说中你的心事 不起眼的居民区 数十人总在清晨聚集 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东莞端调骗子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去年年底的一天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 接到了一些受害者的报案 说是自己的巨额钱财被人给骗走了 但是蹊跷的是 这个卡是受害者交给骗子的 密码也是受害者主动告诉骗子 问他们怎么回事 他们说不知道 不记得了 就好像被人拍了一下 或者吹了口气 然后整个人就昏了 对方问什么 自己说什么 要什么 给什么 但是也有的受害者 对于整个案发的过程 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来看看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 那天上午 马女士来报案 说事情就是发生在 从菜市场回家的路上 我就刚买菜嘛 买菜拿到车子 刚刚走到怪家 她就把我拦住了嘛 就把我 拦住马女士的人 是个中年女子 看起来就是一个 普通的家庭妇女 神色交集 问我就是说 然后本地的 有没有一个 什么看病的 什么风湿啊 还有什么 服个病 就是我 这生肖 还是什么 这些病 对方打听的那个神医 马女士并不知道 但是对方的样子 很是可怜 我当时 四十多岁 没生下孩子 然后她老公 就是说 要跟她离婚了 她一说这种情况 我就当时 我也不知道 我就感觉好像 好像自己 作为一个女 就感觉很 同情她的 都是家庭主妇 话题也都相似 事实上 马女士那个时候 跟自己的老公 关系也很紧张 就是前两天 我老公 不是我跟他 老里一点小便 是真的几句吧 然后我老公也出差 去了刚好那天 我前段时间 我也生病了 正当他俩交谈的时候 有一个人 路过他们俩身边 好像偶然听到了 他们的谈话 就插话说 他知道那个神医 说那个人 我知道 叫一个王 王什么的那个先生 本地的这个老头子 有八九十岁吧 他说他能看 那个病 他说我妈 就是去年风势的时候 就是被他整好的 他的话 不仅让那个 满面愁云的中年妇女 也让替他担忧的 马女士 喜出往外 先前的中年妇女 就拉着 马女士的手说 一块去 后来的那个人也说 还真的需要 马女士陪着 他说他两个人 要那个什么 三个人的话不行 两个人不准 就只有三个人 三个人才可以 同意他老爷 就是要有八十岁 他才可以看 帮帮那个可怜的女人 马女士觉得 自己义不容辞 况且自己也好奇 那个神医 要真的那么神通广大 对自己家的事 说不定也有好处 后来的那个妇女 就带着他们一块 来到了距离菜市场 两三百米外的 一个村子里 前面不是有个出口吗 刚从那里拐过来 拐出来 拐出来一个人 拐出来一个女的 就是走走走 他就指给我们看 他说什么 说那个女的是什么人 他就说是那个神医 他孙媳妇吗 说来也巧 他们刚好在村口 碰到了神医的孙媳妇 孙媳妇也认出来了 令他们来的那个女人 是曾经来过的患者家属 说明来意之后 孙媳妇说 因为家里刚刚生了个小孩 外人进去不方便 今天能不能给他们看 回去问问他爷爷 几分钟后 孙媳妇就回来了 说爷爷同意看了 但是还是不能进家门 他又说 爷爷已经替他们三个人 每人烧了一炷香 而且根据这炷香 开出了问题 他就说这个女的他老家 盖一座房子 房子下面什么 有一个粉压住他说 如果把那个修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说的 然后他就说 你那个香 我爷爷烧了半天 他没烧着 他就说 这些时候有点 出了什么电视 然后他说 在哪里出了 出了车 和这个东西 我之前都没说 他说 你老公是不是 说话有点自见自语的 听到这话 马女士紧张了 老公出车祸 只有自己知道 那神医 怎么就能说出来了 真是神 有时候我是发现 我老公 有时候 他有时候想自己 他说 有时候有点点 自见自语的 我就恨他 很难他 他说 你老公 这些天肯定要发生 什么西方 就灾 马女士的心里 很害怕 不过孙媳妇说 他爷爷可以做个法 灾就化解了 只是马女士 得好好配合 我有多少财产 然后就说 有什么手势 都得放在一起 就是他说 你越多的话 你就 这个路就铺得越好 马就说 好的就越快 他就这意思 马女士没有多想 就把家里 值钱的东西 都拿来了 有首饰 少量现金 和两张银行卡 还按要求 把银行卡的密码 写在了一张纸上 孙媳妇拿了东西 去给爷爷做法 让马女士 回家数200粒大米 冲个粮 再回来取东西 15分钟 我数了 跑下去 没见人 没见人 我就不得意 感觉的 我就跑 跑到下面去 可能就是 植那个房子 是他家的房子 我就感觉那门锁着 他一堆 然后就问旁边的小阿姨 他就说 他说没有 其实 那个孙媳妇的所谓的房子 根本就不是他的 而他让马女士回去数大米 什么之类的花招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好让自己脱身 你想想 200粒大米 那也得数半天 但是马女士这边的情况 为什么孙媳妇 能够掌握的一清二楚 原来 在路上走的时候 这个马女士身边的这个女的手机一直开着 所以 马女士无意当中说到了自己家里的情况 手机那边早就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了 把这事想清楚之后 马女士赶紧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都是在菜市场门口 而且目标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 对方基本上都是三名女子 马女士的金银首饰加存款 共计12万元左右交到了骗子手中 所幸的是 那张存着10万元的银行卡 马女士自己把密码记错了 钱才没被取走 其实就在马女士报案的前后 有多起类似的诈骗案件都汇集到了公管市的公安机关 受害者被骗的金额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 被骗的人数 我们查了当时是有一百多人 多名受害者当中 报案的时候也确实有人说 上当的原因是被坏人拍了肩膀 或者吹了一口气 身不由己 后来我们经过走访 发现了这一点 很多是被害人自己加进去的 有的是怕被家里人折骂 走访中 民警还发现 很多受害人怕丢面子没有报案 不过仅仅根据已经报案的情况 诈骗犯罪的形势也已经很严峻了 这么多案子是谁干的呢 被害人反映就是说 有的是看到他们会坐进一辆车里 因为有时候嫌疑人呢 可能并不太注意 有时候骗到钱 就是说把现金拿到以后呢 他们有时候会直接上个车 没有注意到被害人 可能还站在外边在看他们 其中我们就他有一个词主 就反映说有一个两箱的那种 就是没有尾巴 没有尾巴 比较短的小车 颜色也比较特别一点 是那种黄色的 民警调取了案发当天 菜市场东色摄像图的监控记录 在受害人被骗的那段时间 确实有辆近于黄色的两箱轿车出现过 施主当时过来以后呢 他也说就是和他差不多 因为施主实在是讲不清楚 这个到底是什么车牌 只能说比较像 而当从整个东莞市道路监控信息中 核查关于这辆近于黄色的两箱车的信息时 民警又发现了问题 他一般都是早上 很早就出去 而且他去的地点呢 不同样了 今天去我们道教那边去了以后 出来 又去大理山 又去长安 虎蛮 其实他们 因为他们往每个镇区的方向不一样 如果说他有生意 或者说上班之类的 他的线路是固定的 他走一条线路 或者说走几条线路 始终去的都是那个地方 但是这辆车不是 它属于那种辐射型的 所以看着可能像是比较随心所意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辆车的作案嫌疑呢 是比较大的 如果这真是犯罪嫌疑人所乘坐的车辆 那么他出发的地点 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居住的地方 想要找到人 首先要找到这辆车 然后呢我们就倒查 去看看就是说 他是从哪里出发 警方的记录中 下午两点 这辆车在玉才路路口 上午十一点半 这辆车在福院路路口 上午九点半 这辆车在万道路 尼罗河酒店门口经过 七点又是在曲海桥下经过 那么这辆车的起点 莫非是在曲海桥附近 警方决定到曲海桥下去找一找这辆车的踪迹 我们是按照正常的那个 我们上班时间去的一天两天的时候 发现这辆车已经不见了 当时我们就决定第三天的时候呢 提早 当时我们是凌晨五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们去找过呢 发现那车还在 原来警察前两天找不到这辆车的原因 其实是这辆车走得早 五六点钟就上路了 第三天 民警总算紧紧的咬住了这辆车的尾巴 我们就跟着那辆车 一开始呢 他们也是漫无目的的都 去的也都是各个菜市场门口 因为他每次在猜产门口以后 停车就下来 三女一男 下去以后就向菜市场里面 就自助溜达 这辆两辆车四处游走 走走停停 到底会露出什么样的麻将呢 一个上午的时间 这辆车先后去了三个菜市场 每次三名女子下车之后 都是其中两个人先后进入菜市场 另一个则向旁边的居民区走去 这恰好和马女士描述的犯罪嫌疑人分别出现的特征 相关何 我们就基本上确定 这应该是转车辆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民警对这辆嫌疑车进行了几乎全天候的监控 这一监控不打紧 看到的蹊跷之处更让他们难以置信 结果我们在跟这辆车的时间 就发现了有点不太寻常的那个动静了 因为每天到了那个时间段 都有不少人 是五点半以后到六点半之间都有不少人 每天天蒙蒙亮 这辆进于黄色的两厢车打算出发的时候 跟他一样准备出发的车辆还有好多 而且每辆轿车上 上去的人也都是男男女女四五个人 我们发现可能这一块 可能是住的一批这种类似于诈骗的 那辆进于黄色的两厢车开走以后 周围的车和人也纷纷的上车离去 数十个人刹那间走得干净 接连两三天情况都是这样 于是民警立刻补充了警力 分头对这几辆车进行跟踪 他们发现从东莞驱海附近开出的这几辆车 所去的目的地并不一样 有的去了深圳 有的去了佛山 有的去了虎门等地 比如说我今天跟之前那辆月B99W9那辆车 去了那个大零三 正好大零三有一单诈骗案 那我们呢 基本上就说这辆车的作案嫌疑比较大 跟踪的几路民警 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就是从曲海桥下那片出租屋外开出的车 到了哪里 哪里往往就有诈骗案发生 在不同地点的公安机关 都有这些案件的报案记录 这些可疑的车和车里的人作案的嫌疑越来越大 难道说真的在曲海桥下小商店门口出现的这么多人都是嫌疑人吗 原本就马女士一个受害者 现在出来了上百个受害者 原本就一辆嫌疑车三个嫌疑人 现在出来了一大堆嫌疑车 一大堆嫌疑人 案子到这儿 警方应该怎么办呢 按道理讲 从法律的层面说 警方完全有权利把这些嫌疑人带回去挨个儿的询问 但是真的能这么做吗 把这么一大堆人带回去 这不就等于打草惊蛇吗 但是怎么做才能够不动声色的掌握证据 证明这伙人确实是骗子呢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找到四组以后 我们没有给他嫌疑人的相片 让他辨认 这点就比较麻烦 几天的侦查之后 警方是这样认为 每天一大早出现在驱海桥下的那些人 就是犯罪嫌疑人 但是要获得确实的证据 毫无疑问需要受害人的指认 这样一来就一定需要这些人的照片 那么怎么样才能拍摄到 每一个人的相貌又不被发现呢 民警首先想到的还是在车里头拍 现在是凌晨五点钟 凌晨五点 天还没亮 民警已经在车里守候了 五点半左右 那些人就出来了 在车里的确拍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但是由于车内角度有限 附近的光线又太暗 想拍到他们清楚的相貌 实在太难了 他们出来呢 不是说一个一个走出来给你拍 他站着一批在那里聊天 呼拉一群全出来了 这搞得我们就很被动 手忙脚乱了 因为不知道拍谁去好 他那个我们发现他那个路灯嘛 一般到六点钟左右就关了 我们先跟他联系 能不能把那个路灯的那个关灯器时间 往后顺一个小时 你先有点光线 但是我们发现 他那个路灯的光线还是不足 仅仅依靠路灯的光线 嫌疑人如果站在角落 几乎就只能看到轮廓 很快 民警们又想了个办法 联系市政部门 离附近停车多 不便看守为由 在丽礁桥下 加装了四盏灯 光线的问题是解决了 民警又在楼上 租了建房子 只能说拍到一个很小的角度 人呢 都是从侧面拍 都是侧两 都是从上面拍下 从车上拍 你就根本拍不到 它正两 在楼上拍摄依然行不错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拍摄角度呢 丽礁桥墙下有绿化带 这片绿化带正对着早晨 犯罪嫌疑人聚集的区域 所以我们一开始找了几个人 分在不同角度的 爬在那个绿化带 看看谁的角度好 谁能拍得到 那谁就拍 拍不到的话 那你只能在那干人 因为那里很臭 因为他那些肝 都湿过肥呢 我们蹲在那个草丛里面 那嫌疑人出来 小便的时候 就在我们的旁边 小便 我们又不能动 就好像等于在你头上 小便一样 这就是民警 他在草丛里所拍到的资料 的确这是正对着 犯罪嫌疑人的区域 不过由于距离太远 前面又有树叶 栏杆 车辆的阻挡 最终效果仍然不理想 车内 楼上 甚至草丛 周围能利用的 几乎都试了一遍 就是拍不清楚 犯罪嫌疑人的脸 那么还有什么高招 可以达到目的呢 后来我们就 看到 正好有人去施工 下水道 他那里有下水道施工 打起了几个攻棚 攻棚围墙的位置 正好在贩子嫌疑人 聚集的区域旁边 民警征得施工方的同意 在外墙上开了几个孔 在遮挡的围墙中 下水道已经被挖开了 每天天还没亮 民警们就进入围挡之中 站在泥上开始拍摄 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了最好的角度 最近的距离 最准确的观察点 这是一辆常跑佛山的车 这是那几个常去虎门的人 这是一辆常跑深圳的车 事后证明 这两个就是把马女士拉进圈套的人 这他还在半点点 还可以 而这个男子 装车辆 我还要换排到 够快的 它这个换排 它磁铁一沾上去就可以了 这辆车绝对是 三个女的 上了三个女的 一个男的 也有其他人 这帮男的 要上车了 他们上了95W95 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也是吗 应该是 拍的那个司机没有 司机拍到了 这个可以勾上了 51个早晨 他们拍摄到了30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 从这些视频截图中 找出了126个清楚的头像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让受害人 在这些头像中 找到当初 他们面对的那张脸 通过受害人的指认 最终确定了 53名犯罪嫌疑人 东莞警方 近两个月的寒心如苦 有了一个 可以告慰自己的结果 事到如今 还不能叫做万事俱备 因为这些受害者 指认出来的这些犯罪嫌疑人 他们姓甚名谁 什么身份 住在这个 曲海桥下这片民居里的哪一栋 哪一间 甚至包括整个曲海桥下这片民居 有几个通道 几个出口入口 所有这些细致的情况 必须迅速的掌握之后 警方才能真正的给这些骗子 最后一击成功收网 投影仪打出的这张图 是办案民警实地侦查的结果 曲海桥下的这片居民区里 每一个彩色的标记 就是一处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时机成熟的时刻 是在兔年春节前 1月8日的凌晨 那天凌晨 东莞警方调集了500警力 以狮子驳兔的阵势 铺向那50多个骗子 居民区的外围 全副武装的警察 已经形成了封锁 这是一个冒充打工妹的骗子 才一连不及 刚刚拿出来了 多少钱一个月了 你打工啊 一千多 啊 一千多 一千多少啊 嗯 拿你的厂卡来看看 厂卡早就扔了 啊 厂卡 没有厂卡能进厂吗 现在准备回家过年了 OK 叫什么名 白小登 啊 白小登 嗯 嗯 又叫白丽 对不对啊 到底是谁呢 是不是啊 快 快 坐这块 放这边 拿快 放这边 谁坐的东西 有东西 这是两个刚刚从屋顶水塔上跳下来试图逃跑的骗子 他们衣着光鲜 两个小时的行动 受害者所签订的那些骗子纷纷落入了法网 装满了两辆大客车 警方查明了 这50多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来自湖南的同一个地方 他们居住在东莞的城乡结合部 以老乡之间的亲情为联系 很快串在一起 形成了这么一个诈骗团伙 到破案的时候 他们的规模已经令人折舌 当然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还有在片中接受采访的 那几位不辞辛劳去拍摄取证的民警 应该说他们为本案提供了最坚实的证据 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提供了最真实的镜头 这也应该算是东莞警方送给当地百姓的一件春节礼物 感谢您收看本期《今日说法》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期间《今日说法》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定 telegram 未经许可,不得定许可,不得定越 请不说法